像现在这个年代有很多人 像我们之前常看到很多艺人压力很大 后来产生忧郁症 那到底这个忧郁症是什么状况下产生的 那有办法去解决这种问题吗 其实现在有很多 不管是不是那种演艺人员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上班族 其实那种压力来源 当然是我们的期望值 跟我们能够执行的范围的那个gap 那个缺口 那当你的缺口再乘上压力 你时间越短你的压力值就越大 那我们通常都会 不知道怎么去排解我们的压力 其实在这边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协助大家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 释放压力 这个其实就很容易把负面的能量 转成真相的思考 这样子的话 它会比较能够永续让自己快乐 好谈到这个呢 我就觉得其实我以前在创业的过程里面 那我会了解说 身体的疾病有很多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没错 可是像这种工作压力 我是为了要解决经济问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现有的工作 可是你现有的工作又带给你很大的压力 所以又产生疾病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一种很 恶向循环 对 恶性的循环 那这样子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在这样子的特殊的这种案例里面 我们一般的上班族 其实天天都还蛮普遍会遇到这种状况 那通常我都会建议说 你是不是一天里面可以给自己允许自己 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 可以让自己沉浸上来的时间 因为唯有自己这样子把自己沉浸上来 然后放松自己 当然也许可以在我这边可以学到一些 协助你放松的方法也好 那透过它你可以慢慢的去矫正你自己的那个吸引力法则 正向法则 那你自然那个能量动能也会变得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